好 這樣看起來呢 也是當地的情況是相當的危急 所以我們要提醒在高雄地區的民眾 要多加的小心 提高警覺了 而在東部地區的台東縣呢 包括了泰馬里還有泰武鄉的 各溪流的水位也都暴漲了 佳蘭村潰堤也緊急的撤離的居民 而泰馬里溪的下游的堤防 同樣也出現了潰堤的情形 情況也是十分危急 滾滾的洪水沖破了台東縣 進風向佳蘭村的堤防 情況就像是去年的莫拉克颱風 佳蘭村民緊急收拾家蕩 趕快撤離 風向佳蘭村來小小小 不會是像這樣子的 這一下子宣洩了 所以我們緊急已經調度 15噸的消波塊 讓我們來做緊急上的一個搶水 這場大水來得相當快 佳蘭村民幾乎措手不及 不過村民的動作也相當快 大部分都已經完全撤離 我們這邊是暫時住在這邊 那就是要撤離的話 就是到馬蘭榮家 去年莫拉克颱風 泰瑪里溪潰堤搶修好的臨時堤防 這次又被 大比颱風的洪水給沖過 台東縣政府也要求 泰瑪里湘 泰河村的村民準備撤離 左岸這邊這個溪頭已經撤了 底下那邊我們也在 請台灣流那附近 也都通知他們要做撤村的準備 法納比颱風的雨勢實在不小 大五湘 大足高溪也再次潰堤 還有泰瑪里湘 金輪溪 溪水也暴漲 令人擔心居民的安全 因為泰瑪里溪潰堤 封閉了南泰瑪里橋 南衛公路選考中斷 記者張明哲 台東報導